女子亲密的靠在男子身上 一起合照 如胶似妻 看起来就像夫妻一样 但其实两人都已婚 各自有家庭 而这名男子还是一名航警 两个人不只发生婚外情 女子还要航警 利用职务之便 来购买自己公司的 大陆制安检仪器 孙女这个规划 换季养 败坏警衣养 我们觉得非常痛心 目前的继续 使用的功能是正常 这名女子是大陆同方威视公司 派在台湾的女经理 跟航警两人不只发展婚外情 甚至自拍光碟 利用财色引诱 让孙姓航警在2011年 采购X光安检仪器时 购买便宜的大陆货 再假装是日本制造 安置在淘机一二行下 借机收取306万的回扣 两人互动相当亲密 离心女子不只称 孙姓航警是偶像 从通讯软体中 女子不只直呼亲爱的 还说已婚的孙男 是上天给她最好的礼物 更夸张的是 雷姓女子还写下一张 相爱承诺书 里面六点 字字句句都是女子 为了要表达感情 所条列的承诺 包括永远照顾 陪伴孙警官 不管孙警官体力 有没有下降 把界限有没有变高等等 最后还说 有效期到她生命结束 完全超越婚姻契约的夸张程度 也将未经认证 并有重大瑕疵的X光机 引进台湾地区 导致第一线的安全人员 没有办法有效的执行安检任务 检方调查 孙姓航警多次向李姓女经理的公司 采购劣值行李X光机 金额高达7000多万 现在孙姓嫌犯不只被寄过 处分两次 引咎辞职 检方也依照贪污罪嫌 将她起诉 记者林中正罗湘 桃园想不到